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哪里偷来的图片 那你就错了 首先来介绍这个精致的开胃菜 看上去像是煎洋葱配上酸酸的柠檬汁 事实上却是结色海绵加上蜂蜜 旁边再配个刮虎泡 一道开胃菜完成 Hi大家好,我是阿伟 上两集给大家了解了 6个操控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然后我发现一个有趣又不可思议的真实案例 刚好就可以完全描述这6种操控心理学 这个人是如何把一家不存在的餐厅 半年冲上全球五星排名第一位 而且还没有人发现是假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利用了什么心理技巧 想知道的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 也很喜欢心理学及生活知识分享 不妨先订阅加铃铛 那样才不会错过更多有趣的影片哦 想支持这类创作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好,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英国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名叫乌巴巴特勒 他的工作是一名记者合作家 主要是为一家网络媒体WISE 编写各种吸引眼球的文章内容 而他曾经也做过虚假点评的工作 为一些餐厅撰写假评论 看着菜单选个食物 然后开始撒谎 得到10英镑的报酬 餐厅的业绩也会因此而有所上升 所以乌巴就认为 那些点评网站上的排名 也未必全都是真实的 餐厅好不好吃不是重点 关键是好评聪明吃而已 而这些年来他也认为 好评可以是假的 而唯一真实的只有餐厅本身吧 不过有一天乌巴就想 会不会餐厅也可能是假的呢 于是乌巴就打算做个假餐厅实验 这就是荒谬故事的开始 首先 他先为餐厅取个名字叫 The Shed at Dalich 达里奇小屋 达里奇是英国伦敦南部的一个地区 也是乌巴目前住的地方 而所谓的餐厅就是他现在所租住的小屋 小屋里放了一张床 一张工作的座椅 空间不大 转个身走几步就是厨房和厕所 厨房也只有两个炉子 一个微波炉 一个烤箱 能摆放客人座位的 看来只有外面这部大的院子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 毕竟也没有真正要招待客人 只是一间虚构餐厅 好 开餐厅的地步 先买一只餐厅专用的手机 办了个电话卡 然后在一个全球著名的旅游网站 注册了个账号 第二步 开一个达里奇小屋的官方网站 TheShed at Dalich.com 当然网站要做得像模像样 还需要放一些餐厅资料和图片 首先必须填入真实的地址 以避免他人的怀疑 不过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直接找上门 那不也是传邦了吗 所以乌巴只填写了地区和街道名字 同时在上面写道 我们不开放直接上门 而只提供预约制 如您想预约 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络我们 由于位置有限 我们也超级忙 希望您能谅解 也请您耐心等候 同时解决了餐厅暴露的问题 同时又让人觉得有种特别和位置的神秘感 真是高招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 食物的图片又怎么搞呢 直接放上招牌菜来吸引你 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哪里偷来的图片 那你就错了 首先来介绍这个精致的开胃菜 看上去像是煎洋葱 配上酸酸的柠檬汁 事实上却是结色海绵加上蜂蜜 旁边再配个刮虎泡 一道开胃菜完成 诱人的巧克力甜点 同时结色海绵配上小小的刮虎泡 涂上些黑色的油气 再撒一些咖啡粉 完成 看似美味的嫩煎猪腿蛋的主菜 实际上却是有鸡蛋夹 吴巴的脚 最后一道菜能不能够吸引人 菜单上的菜名也可说是极为重要 那就用心情作为菜名吧 吴巴用愉快 舒适 爱 沉思 欲望等等心情 为每道菜命名 下面也会附上一些描述 爱 一道让你心脏扑通扑通的料理 猪肉加上法国百合与红薯酒调味 再配上一些烟熏红莓培根 沉思 一种类似分子料理的阿伯丁炖菜 配上温热的牛肉汤 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却又让人期待的餐点 网站搞定 第三步 达利奇小物在旅游网站正式通过验证 排名在伦敦餐厅第18190位 店底排名 没关系 冲排名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几个月 乌巴开始让朋友去撰写假评论 当然以乌巴过去当网军的经验来说 为了躲避系统怀疑 同一个人每次都用不同电子设备刷屏 同时为了不出现矛盾的情况 列下了四个基点进行评论 第一 这是一家露天餐厅 所有人都在室外用餐 第二 这是一家奇特的餐厅 有许多不常见的餐厅风格 第三 居家的感觉 相对其他餐厅要小一点 但有家的温馨 第四 餐厅只能预约 作为难求 必须耐心等候 所有评论保持一致 达里奇小屋网军正式上线 例如其中一个典型的好评 我和丈夫都喜爱稀奇古怪的东西和品尝美食 通过旅游网站认识到了达里奇小屋 经过几个星期的电话预约 我们终于定到了座位 这里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整个体验非常奇妙 在日落的时候 他们还提供了毛毯 但我们礼貌的拒绝了 因为上面有一个小黑点 不过毛毯的触感还算不错 天真的野外的感觉 虽然餐点量不大 但质量非常好 我们一定还会回来 这些假评论看起来就像 真的在达里奇小屋吃过一样 就这样不断的刷好评 过了一个月后 这不存在的餐厅 从店底上到了第一万名 突然一天早上 餐厅电话响起 乌巴接到了第一位预约电话 随着好评的增多 我尝到露天野外用餐 小屋简直完美 虽然座位很难定 但一切都值得 完全值得等待 这里有种梦幻般的乡村风格 排名不断的上升 预约电话也接二连三的打来 乌巴都以各种 预约已满的理由拒绝了 三个月后 达里奇小屋爬到了1456名 在一堆预约电话当中 还有个美食公关打来 想帮达里奇小屋宣传 乌巴和他聊了一下 最后还是打算自己继续刷好评 时间来到了五个月 排名爬到了伦敦最佳餐厅 第121名 事情也越来越疯狂 餐厅出了每天一大堆 预约电话打来 还有人尝试打来申请的 小屋打工 政府部门发来邮件 希望餐厅能搬到新开发的地区 澳大利亚公司要求 加入飞机上的广告宣传 甚至有公司利用谷歌地图 搜索餐厅大概位置 把包裹样品寄到乌巴家 第91名 54名 42名 第10名 达里奇小屋的排名一直在往上冲 各地邮件预约也不少 挪威人 美国人 澳大利亚人 等等 乌巴还曾经在家门外被人问路 达里奇小屋是怎么走的 6个月过去了 刚好是2017年11月1日 达里奇小屋 从店底18000多伦敦餐厅 登上了最佳餐厅第一名 目前级别就像一家米其林餐厅一样 但这却是一家不存在的餐厅 最终乌巴成功确认 不存在的餐厅 原来也可以靠点评和群众效应 排上第一 当乌巴正想结束这一切恶作剧时 他发现每晚24小时 还是有一大堆人想要订餐厅 实际上乌巴不想让大家失望 于是就想 那就让达里奇小屋真正营业一晚吧 不过如何 别忘了不管餐厅本身 餐厅也只能是拍照的假货 乌巴还真有办法 首先从打扫院子开始 把草搁一搁清理一下储藏小屋 然后借来共7张两人桌的餐桌餐椅 因为是晚上营业 为了让餐厅暖和一点 再向邻居接了个暖炉灯 在几个地方摆上火焰架 提高温度的同时又能添着野外的气氛 最后再向基隆借来的几只鸡 放入了清理好的储藏小屋里 营造乡村野外风格 放上蜡烛小灯装饰 完全符合评论里又特别又野外的风格 好餐厅搞定 接下来就是食物 乌爸找来了个餐厅工作的朋友负责餐点 而所有的食物呢 都是超市买来的即时食品 微波盯一盯 热水加一下就成了 当然为了不被怀疑 另外再加上一些食用小画做装饰 一点都看不出是超市买来的 餐厅有了 食物有了 剩下的就是客人 乌爸从电话中随机选了几位 曾经打来预约的客人 告诉他们 小屋在17号有个位置 你要来吗 同时假借要拍节目的理由 让他们知道当天全部餐点和服务都是免费的 毕竟这只是个实验 乌爸也不想真的被起诉啊 到了当天晚上 乌爸让所有的客人都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待着 并让他们蒙上眼睛一起带到小屋内 客人很显然也对这种神秘的体验感到兴奋 在现场的七个座位里 一半都是乌爸的演员 他们会不时兴奋地谈论食物怎么美味 营造一种抑制好评的心理状态 甚至还有人说 非常推荐 下次还会再来 我想现在预约下次座位会不会比较容易 事后 乌爸联系了这个旅游点评网站 告诉了他们真相 之后也拍成了纪录片 在外上曝光了这次实验 最后 达利西小屋在旅游网站的排名也被删除 同时旅游网站也回应了他们 这里就不翻译了 大家按暂停自己看吧 就像一开始讲的 所有六项影响力都在其中 首先 最主要和明显的就是 第一 社会认同原理 这里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餐厅刷好评的时候 大家看着评论各种叫好 餐厅排位不断上升 你说好吃 他说好吃 没吃过的我 也会在心里中硬上 好像不错吃也 第二个地方 餐厅营业当晚 乌巴找来了一半的演员 不时兴奋的谈论食物好吃 尽管自己可能觉得普普 大家都认为好吃的东西 一定好吃啊 这就是典型的从中效应 相关实验不妨看回上期的影片 第二 稀缺原理 餐厅制定为预约制 同时乌巴不断拒绝任何一个人的预约 虽然乌巴的本意不一定是为了吸引人 但确实是一种心理战术 让人感觉餐厅作为超级难预定 如果订到的人简直超级幸运 因此全部人都抢着订餐厅 排位也自然往上冲 第三 喜好原理 当餐厅不断出现在热门排位时 在心理学里有个叫 重复曝光效应的现象 越常出现在眼前的失误 越容易对其产生好感 当产生好感 就容易掉入喜好原理的回圈中 喜好的东西总是好的 第四 互惠原理 小屋正式营业的第一晚 被邀请的客人都已拍节目的关系 服务与餐点完全免费提供 大家想 被伦敦第一餐厅邀请还免费 心理上感谢都来不及了 有谁还好意思去挑剔环境餐点呢 无幸中产生一种互惠原理 第五 承诺与意志原理 大家来到小屋后 不管眼前的小屋 环境或餐点可能有问题 为了保持心中 这里是排位第一顶级餐厅的 承诺与意志概念 都不会特别怀疑眼前所发生的事物 第六 权威原理 事实上 那个旅游网站是全球蛮著名的旅游点评网站 我不提他名字是不想直接冒犯到他 毕竟内容就是直接试探他的可信度 不过这个点评网站还是有些名气 而名声大也是一种权威 大家对权威的背书往往都不抱怀疑 加上前面的从众效应 不存在的餐厅 自然就这样被人捧上了第一位 那么说我们就不能信网站上的点评了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大部分的点评都是真的 毕竟能让人肆无忌惮的刷好评的网站也不能长久 而我们除了看点评以外 还可以看运营时间 因为谎言是没办法一直长存 只终究包不住火的 好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高点评排名的餐厅都一定好吃吗 A 不一定 我吃过不好吃的 B 一定好吃 我相信高点评排行还是对的 C 管大好不好吃 大家吃我也抽个热闹好了 B 其他答案 等等 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不可能你就被选中 当然旁边也有两个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影片 不妨可以点进去看看 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 离开前集的先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这些有趣的知识给家人朋友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维 感谢观看 下集见